我觉得这个游戏优化还可以啊 玩不了只能怪机器太弱 下面一会儿卡了 没事 没事啊 现在是20万 还有那么点余力 卡了卡了卡了 哎呦卡了卡了 哎呦我的天哪 说卡就卡 哦就空就空就空 误策了 啥近况 跟啥门子啊 这怎么就 中低 中中对吧 是中低中中啊 好开始啊 现在是11瓦 总体放电是19瓦 我就以这个为基础吧 开始拨 哎呦是有吊车了 还是有点吊车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 适当的增加 增加增加下这个瓦数 我们稍微增加一点点 我可以稍微增加一点点 让它稳定了 11瓦的话 我们增加到15瓦 Steam Deck据说这个瓦数上去 没什么效果 我们就稍微增加一点 增加到15瓦 GPU没吃 GPU吃不满了 好像有那么点效果了啊 这边功耗也上去 还是有点调整了 你随便录录啊 或者是我们再调一下 我们就调成 呃 不卡这个状态啊 前面是和Steam Deck差不多啊 是一个平手的状态 差不多 我们再调节一下 调成 呃 不用20吧 20可能 那就20吧 接近20啊 所以什么问题是试过了 没什么问题 预猪的话还是没什么大问题 老外这个也有测试啊 好 现在是看到瓦数上不去 因为我这个GPU锁了 现在优化系统在 这种游戏上是可以优化的 我样子不用开这么高 好 现在是 接近20瓦的一个表现啊 我可以主频再开高一点啊 又换小主频可以再开高一点 好 现在是将近五十五十帧了啊 这就是6800U 我可以说是算是优势的地方啊 跑得和Steam Deck一样瓦数的时候 10瓦状态也并不够这个Steam Deck 但是如果你觉得卡的话 你可以调高啊 就跟这些玩偶的游戏我们依然可以玩 这也是蛮正常的啊 对吧 现在正常还可以吧 正正常还可以啊 我觉得我们没有起伏着 Steam Deck吧 我们同瓦数跑的 但是这个游戏优化差 我们就可以 可以调高一点 我觉得这很合理吧啊 好像电池就比他们大 我们没必要就是正在卡的瓦数跑 现在是个Steam Deck一样的画质了 做做游戏优化差 我看我好像可能真的是这个Steam Deck 性能稍微弱了一点 我看现在好像蛮正常的 因为这个游戏是比较试试CPU的啊 我这边再验证一下啊 再验证一下 现在是18瓦 因为这个游戏是新游戏啊 新游戏的话用我这个优化系统是完全可以优化的 优化系统电池无法优化 是因为老游戏会被这个驱动解释 现在看到没有 正数下来了 可是这个游戏是吃CPU的啊 是吃CPU的 这个整合不了啊 因为我没法解决 GPU和这个调度问题啊 等老外的这个软件好了之后我会整合一下 现在只有新游戏优化系统是有效果的 像这个游戏是有效果的 待会我会测试一个另外一个新游戏 也是有效果的 但是对老游戏不行啊 老游戏驱动劫持之后 我这个优化系统的东西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在看嘛这里 你在看嘛 野蛮优化系统就是 核心部分是老外的这个TDP menu 一个优化软件 然后结合一下自己的就是设置和监控 搞了一套系统 整合进一套系统 然后会带有 会带有驱动啊什么的 就是直接装完爽就可以了 优化好的系统 比较适合掌机的 掌机使用逻辑都是贴合掌机的 比如说锁针啊 我这个就接着会锁针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个游戏 我们觉得60帧太高了 我们锁个50帧 45帧吧 哦 450 不好意思 如果优化系统 其他情况下 看见瓦数 看见这个帧数下来了 然后瓦数也下来了 瓦数现在是十几帧 然后我再 回到这个 你再关掉 就可以了 这个状态就是 像以前英雄的这个状态 往往再上去 但AMD绝大部分的情况 这个是不行的 哪里下来的 你可以关注啊 关注之后加群可以啊 关注之后加群 就因为这个下载 还都能往盘地 分钟 侦 神经理 就是 螺子 虽子 虽子